更改这个App首页的logo,我们回到Home来 那这个地方Spa、Salon这里,当然换成公司logo 那建议在哪里做呢?首先呢,这个地方怎么去修改它 我们这个地方叫Editor Page,就是编辑每个页面 那在Design这里,设计,哦,那这里四个标签 我有八个页面要修改,那第二个叫做Layout 它告诉你这是用什么的,好,Body的地方这五个 那楼下这边呢,还有三个,Footer这里,哦,就是下方这地方 那Design这里呢,就看到什么,这个字跟它一样,所以改这个 那各位有看到这个吗?你可以上传自己公司的图片 我点选这里的时候呢,我先随便选一张,随便选一张 这个来选起来 选起来的时候呢,它告诉你尺寸320×60 我是要这个尺寸,好,来,取消 这时候进到影像处以来,我们要来做咯 320×60,首先我们建议各位可以使用Footer in Pack 哪里,网路的 元件设计师,这个来做最快 如果你是Photoshop的高手,你可以自己设计很棒 如果不是呢,用这个很快就做完了 网路的元件设计师 我要做个标题就叫横幅 那你可以选自己喜欢的 选自己觉得合适的 选自己觉得合适的,哎,我想来做个 你可以自己挑,这里东西还蛮多的 所以Footer in Pack 其实对一般的User来讲,大家都可以做的 看起来OK 好,它跟花相关嘛,Spa,沙龙,挑一个合适的 那你自己挑一个图腾,你觉得合适 就是文字的内容可以自己改 文字的内容当然可以自己让你改 我选这个好了,就点这个 这个就很可爱的,哎,换这个好了 下一步,第一个尺寸,320乘以60 所以呢,这里要改成像素 那把这里取消,我跟你讲,我一定要320 高一定要60,就这样 这尺寸一定很精准,第一个 第二个,公式的title 那各位瞄一下,title应该在这里哪个地方改 对,拆也可以拆得出来是这个 哦,拆的,那就改 中文要切换成中文字哦 那中文字提醒,在follow make不可以选A开头的 字会转90度 在楼下还有另外一组是中文 你要在这里选 这是follow make要选文字的时候要注意的细项 那一到,譬如说我要选 字如果不是很大,也许你 好了,就这个 好了,大概了 好了,打完以后呢,接下来呢,点汇出 这个就做存档,选哪一个 影像最佳化 那之后,点起来以后呢 跟你报告一下,如果 你要背景透明就选这个,不过这个 是矩形的,所以选这个,来看一下 JBG的话呢,是6 多话不看,就6K 如果是PNG多少? 24K,我现在是宽屏 应该还好啦,这个地方也许你用这个 这个都还可以,那中间GIF就不要用 因为它只有256色 可能颜色不是那么漂亮,在 网页设计现在的时间点,不是JBG 就PNG,PNG有个特色 就是背景会透明,那现在我不需要 它背景透明,所以我选这个 好,另存新档,那应该 建立个工作资料夹,这是一个好习惯 这次我建立的是什么 APP,对不对 我把图像全部放这里 T1,第1个,Title1 结束了喔 这时候回到我们的IPU的来 点这里 然后在我们工作资料夹 叫APP这里,然后把这个图放上来 不用调为什么,刚好 我们本来是设计刚好的啊 这事情本来就整个在OK喔 OK完以后呢,就可以把这个title取代掉 那如果说 老师,我希望呢 只有文字,背景要透明,还是想保留原来的图片呢 来,我们再做第二个 那这怎么办呢 开一个新的档案,你应该知道 第一个要选什么 背景色彩 OK吗,那尺寸多大 320 60,对 没错 这就是个背景透明喔 哦,没有改好,再来一次 背,sorry,是这个 我刚没点好,看到背景色彩点错了 好,320乘以60确定 这个 白灰相间表示背景就透明了 这样了解吗 哦,如果你在这里存打字的话 存打字,点这个 好,存打字,我只需要一个title 好,点起来 好,来,在Folimic 打完字以后,请你点箭头 再点回来 好,这时候再来改字体 字,再讲一遍,往下拉 字体应该拉稍微有点变化了 看停留好了,大一点点 你在点的时候,马上告诉你 好,来 那不要那么多,文字哦 按两下,把这AP删掉 不要到那么多 自旋起来,这背景透明,对不对 那,字有点难看呢 在Folimic提供这个 白宝箱,这一棵里面的 针对文字的地方 这里哦,做什么,按两下 可以给它现成的色彩配置 这是一件很过瘾的事情 哦,我需要彩虹的呢 它才会有左而右,那我需要有描边 描边文字的地方,点文字 这边可以加边框 好,来,假设像这样,我想加阴影 阴影比较有立体感 打勾,打勾表示要 好,来,阴影呢,不要到那么多 阴影太多了一点 阴影距离多少,10 所以点这里,我改成3就好了 哦,不要短一点点 好啦,影不要那么太淡 我需要黑一点的 呃,这是影影效果的透明度 在这里,嗯,40 20 黑一点点 哦,好,来,接下来呢 这整个来存档哦 所以呢,档案 另存新档 要保留背景透明的格式 要选,要选 PNG,要放在我的工作资料夹 在低磁链机的APP这里呢 T2 我习惯Title2啦 好,来,它告诉你哦 哦,待会背景会透明哦 哦,就像这样 OK 好,那接下来呢 回到iView的来 这次呢,我再换一个 上传的时候 选T2 其实这次有点满啊 如果再设计 我可能再设计更精致一些些 呃,它什么都不问你 哎,怎么黑黑的 没关系 OK完,你再来看 那次就进来了 所以PNG具有背景透明的一个属性 哦,那在FORMAKE 我们再整理一下 第一件事情要从这里点选 背景透明 然后320×60 那至于这里面怎么设计 那就看你了